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方达说 国人经常忽略饮料含糖量而摄取过多糖分 未来政府可考虑为含糖量高的饮料放置警告标签 许方达在本台诗成有约的十分访谈单元 提及50万国人有糖尿病前期 通过减少摄取糖分就可以逆转 但要本地所有含糖饮料符合较健康标准并不容易 有些饮料它在6%以上可能7%它会尽力 因为它要得到那个标签 但是有一些可能含糖量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在探讨就是学习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 放了警告的标签 让消费者知道说这个饮料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许方达也说目前大约有20%的摊位 提供至少一项较健康的食物或饮料 计划未来两三年将摊位增加一倍 至于较健康饮食选择会不会比较贵 许方达认为随着市场供需改变价格会变低 从2008年到2016年8年的期间 糙米的平均价格跌了20% 为什么呢 因为更多的消费者选购糙米 选择多了 竞争也多了 价格会渐渐地下降 许方达也建议雇主在工作场合提供 同健康相关的讲座 提升员工健康和工作效率 创造双赢局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